另外在软式网球项目 中华队曾经在三年前的广州亚运拿下三面金牌 这一次的天津东亚运软网选手也被寄予厚望 不过在今天登场的个人赛 不管是男子或女子单打 表现都不如预期 最后只靠郑竹林拿下一面铜牌 那么还有另外一面铜牌 是在捉球女子双打项目的黄仪化跟郑仪靖 天津东亚运软式网球男单与女单小组巡回赛之后 中华队只剩林佑泽和郑竹林闯进八强 林佑泽对上中国选手娇洋 每赢一局就被追回一局 关键第七局一比七 最终三比四败北进不了四强 有点放不开 考虑想太多了 就是没有办法打出自己想要的球路 对然后失误 就开始会在意 然后就失误 女单的郑竹林曾参加2010年广州亚运不算新手 但过去主练双打 又碰上从硬软转软网的中国选手赵磊 一路被压着打 直落死输球拿下铜牌 因为他也是那种双就是硬王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比较不熟 因为他球打得比较开 所以不熟人家的球路 有发觉到说我们对那个单打的那个场地 那个一个人一对一的时候的那个场地的宽度 然后有有就是说我们还在在熟悉 黄靖州曾和选手约定如果夺金就戒烟 这个约定今天没达成 接下来的双打和团体赛 选手们将努力达成 让教练从此和香烟绝缘 记者林小惠沈志明 中国天津采访报道